2月20日,宏都拉斯前总统胡安·奥兰多·埃尔南德斯 在美国的贩毒指控开始审判 纽约陪审团有机会确定华盛顿曾经的重要贩毒盟友 是否真的将这个中美洲国家作为一个毒品国家来治理 在埃尔南德斯担任总统期间 宏都拉斯获得了美国超过5000万美元的禁毒援助 以及数千万美元的安全和军事援助 他在打击移民方面赢得了前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的支持 但在他卸任三个月后 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指控他收受可卡因贩毒者数百万美元的贿赂 以其利用植物质变换取保护 司法部长梅里克·加兰表示 他滥用职权将该国打造成毒品国家 近三年前 他的兄弟前国会议员托尼·埃尔南德斯 在美国因毒品指控被定罪 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该审判的一名检察官员表示 胡安·奥兰多·埃尔南德斯保护了他的兄弟 胡安·奥兰多·埃尔南德斯对三项可卡因进口指控 和非法持有武器罪名表示不认罪 自2022年4月被引渡以来 他一直被拘留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 如果所有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低40年强制性刑罚 最高可达终身监禁 审判将于周二开始 预计将持续两到三周 好 3個月